院長 現在請館委員畢林質詢 尋打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交通部陳部長先一起上好不好 來 哪一位部長 交通部 陳部長 來 請 我為了節省時間 官員早 不好意思 因為為了節省時間 好 來 院長 我一個比較緊急的事情 我要跟部長說 因為有一件事喔 非常的離譜 但是已經發生很久 港務公司到現在還不予解決 第一個當然是您看一下 港務公司是港務局改制 改制的時候呢 人員大幅度的變動 業務也大幅度的交接 就在移交的過程之中 發生了一個後續的後果 也就是 去年的12月14日的時候 我們騎經的一個漁船呢 去撞到一顆燈 這顆燈導致這個漁船 它嚴重的破損 到現在還無法恢復捕魚 那麼 29號本席 就有服務人員 跟港務公司開協調會 這個時候港務公司搞不清楚 那個燈是誰的燈 就在不同的部會之間 推來推去 一個燈 在航道上 可是呢 完全沒有列管 不知道它是什麼燈 這個事情呢 港務公司一直拖 拖到 今年的2月4號 選舉完的時候 本席親自主持協調會 市長 本席親自主持的這次協調會 長達3個小時 這3個小時 我一路辦案 包括港務公司的總經理 港務長等等 各單位負責的人 全部在一起開協調會的時候 辦3個小時才辦出來 這顆燈 確實是港務公司 英語管理的燈 它是什麼燈呢 你看一下這個圖 它叫做淺灘警示燈 它原來長期呢 就佈置在淺灘 削撥塊區域 因為它是淺灘警示燈 它要讓航行的各種漁船 知道說 這裡是淺灘喔 不要靠近喔 它叫淺灘警示燈 可是就在它去年 整個燈座抽回去維修 要放回去的時候 它放錯了地方 它從6米深水深的地方 放到13.1米處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從 比較接近陸地的這個紅色的小三角形 這是在淺灘 結果它放置的時候 放回來 放到13.1米處的這個大三角形 那裡是什麼地方 虛線就是商船的航道去修 放回來的時候 放到了漁船的航道 而且它是太陽能發電 常常就沒有辦法亮燈 導致了漁船受到重大的損失 本席要告訴您的是 螺絲真的鬆了 一個政府的機器這麼大 院長 折城部長 趕快把它這件事情好好預幹 您想想看 您想想看 去年發生這個案件到現在 還沒有跟漁民協調好 如何予以補償 難道這種事情 難道還要漁民去打官司嗎 院長 部長 趕快去解決好不好 是 我想回去盡快找 本期二月份開協調會 確定這個燈完全錯置 放置在航道還有什麼好說 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從發生到現在多久了 去年12月到現在快半年 經營的效率好不好 是 好 部長立刻跟港務公司交代 這些事情好好處理 這個責任完全的歸屬很簡單 你把一個潛灘警示燈 放到航道上面再怎麼樣 不要去說 你知道他們多麼荒謬嗎 在那邊 在那邊爭執說是你撞到才不亮 還是不亮導致你撞到 那根本已經不是問題了 問題是什麼 是你把一個燈放在航道啊 我們陸權絕對主義用在這裡的話 還有什麼好說對不對 好 部長 下去處理 了解 您先請回 這個部分 您先請回 院長 這個部分政府的行證效率很差 可是你們想要的東西 行證效率就很好 院長 你知不知道今天 我們科技部正在進行一件什麼狗屁倒灶的事 蛤 你知道原來我們國家的資安技術服務 是我們的資安辦跟我們的資策會的技術中心簽約嗎 由技術中心來委辦對不對 是委辦給技術中心嘛 這個約是到今年年底結束 是到今年年底結束 本來你們資安中心成立到現在 董事會也開過了 都沒有想要去修合約 結果就在今天正在進行修約 要把它修成這個合約 3月31號結束 以便於你們4月1號可以如期掛牌 這個對立法院來講是高度的不禮貌 院長 如果需要修 那就應該董事會開會之前 資安中心成立之前就修嘛 你們不是 你們是成立的時候不必修 然後掛牌之前其實也不必修 因為你不修約 他可以繼續接受你們的委辦 做相關的工作 結果明明知道下個禮拜立法院 司法法治委員會要排專案報告 有關資安中心掛牌的事情 要排專案報告 你們今天緊急修約 讓他的委辦計畫在3月31號截止 我的了解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當初去年 當初在簽約的時候 並不知道說這個 這個行政法人什麼時候要正式成立 因為牽涉到那個設置條例的問題 所以當初是簽整年的約 然後先前就告訴我說 是準備 什麼時候成立的 來 今年1月20號正式成立 已經成立兩個月都不必修嘛 不是不必修 當初是說 跳到3月底 把這個就合約到3月 修約要時間 你怎麼解釋 好 無論你怎麼解釋 這件事情此時此刻在今天大動作這樣做 不是臨時決定的 是先前就決定 你是不是知道禮拜二的時候 立法院在這裡通過臨時提案 要求暫緩掛牌 臨時提案通過囉 時代力量所提的臨時提案 立法院通過囉 這個跟立法院通過沒有關係 因為1月20號就已經變成行政法人了 你有一些事情願意做 你就說尊重立法院的決定 資安的事情 大家都承認是非常緊急的事情 趕快要做啊 不緊急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工作長年在做 而且合約可以做到12月底 但是去年年底已經通過法案以後 就應該趕快成立 你們已經成立 1月20號成立 對已經成立 掛牌只是個形式 1月20號以後就是一個行政法人的形式 院長 這件事情立法院有錯 因為設施條例是立法院通過的 我不覺得立法院有錯 因為當初其實 立法院有錯 現在立法院通過臨時的提案 希望暫緩 而且修法的草案很快會進來 甚至於有人會提廢職的法案 不管 本席告訴 告訴院長的是說 有非常大的漏洞在哪裡 這個條例讓國家的資安中心 政府主導能力 只有三分之一 董事會的成員 在條例裡頭的規定 在條例裡頭的規定 規定董事會當中來自於各相關機關的代表 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但是董事的人選是科技部決定的 並不是說 沒錯 科技部不能控制 但是組織結構充滿了問題 怎麼可以國家這麼機敏性的資安工作 卻是民間主導呢 沒有民間主導是科技部決定人選 他規定不可以 他規定政府人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你無論決定什麼人選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科技部決定人選 裡面還有業界 還有各種學者專家 有業界就慘了 你讓業界進入這個機敏性的組織體系 本來政府 我在洪基十年做了很多政府治安案子 我從來沒有漏過一個政府機密出去 業者本來 長濟愚民 業者本來就要幫政府做治安 他可以接受委辦 沒有說 業者就繼續接受委辦 這些進來擔任董事的業者 不能接受委辦 你現在讓民間主導 沒有民間主導 董事長還是科技部的人 這件事情你很要緊 因為這件事情幾乎就是你的政績 來 我這件事情很要緊 但是我不覺得現在這個做法有任何的不當 深呼吸一下 我們現在來訴諸於社會公平 一件事 一件事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國家的資通訊安全科技研究中心 也就是資安辦最重要的執行機構 國家的資通安 最重要的執行機構 你看看他的服務項目有多少 這八款多可怕 所有國家的資安全部歸他管 你看看 你看看 這麼重要 好 好 這個資安中心裡面的決策機構 政府只有三分之一的決策權 我們現在就來談這件事 好 這件事你同意 而且認為合理嗎 剛才跟委員報告說 董事的決定選派是科技部負責 你沒有學者專家 我們談制度 我們不因人 因為你因人設事常常有時而窮 你怎麼能夠保證未來所有的用人百分之百都符合國家利益 你沒辦法做這種假設 所以制度才是重要的 我現在問你制度 我們再一次來訴諸社會公平 這個條例 立法院目前大聲疾呼 認為他錯了 我們要改 所以希望你們暫時不要掛牌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國家的資通安全未來權力 政府只掌握了三分之一 組織架構完全錯置 在這種情況之下 您還認為妥當嗎 我對委員的邏輯不能認同 好嘛 所以你認為現狀妥當 此事接受社會公平 我不能夠因為張善政 你身為行政院院長 深得人民的喜愛 我不能因為你十件事情當中做對了七件事 而你做得不好的三件事 我就不強烈監督 此事我強烈監督張善政 我對你失望 這件事情你沒有 抱歉 我想法跟您不一樣 你的良知 我從業界到政府 資安已經接觸了十幾年 我不覺得這做法有錯 國家的資安 國家的資安 它最重要的唯一的主管機關 它竟然政府的主導權 決策權只有三分之一 好 我們來看 你還違法任用民間業者來當監視 你不著想 因爲 那你們不是沒有違法 那你們可以 它們要簽署迴避的 那你們要簽署迴避的 那你們不少 沒有違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